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双子就是说 三三余二 五五余三 七七余二 不然我们说一个比较容易一点的 有趣一点的 好像又出一个 有两个人打这个夹踏错 有两个人打个夹踏错 有着苍蝇 从一个人夹踏错的车头手柄里头 他们同时出发 这苍蝇就飞到 从南的飞到北的 电到直柱到另外一个夹踏错的前面 他又飞回来 就是来回这样飞 假如苍蝇这个飞的速度是十五公里 十五 离一个小时 这两个夹踏错的人呢 速度一样 我们不要把它简单一点 速度一样就是十公里 每个小时十公里 对面对面这样 这个苍蝇从这里飞过去 又飞过来飞过去飞过来 直到他们碰面以后 就是这个苍蝇 到底走了多少路 苍蝇飞得好快 苍蝇飞得好快 十五公里一个小时 你多少公里两个车多远 两个车 现在没有说两个车多少 现在就是要问你这个要走多少 两个车 两个车 对不对 我马上就乱死了 你不在死丫头 你不在活丫头 你不在活丫头 对吗 死丫头 好 我们有 Lustig帐篇一定员 这20英里 20miles 二十英里乘以1.62那是多少公里 对对对 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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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用一块力量去算 现在我们就是要概括地说一下 苍蝇飞的时间 跟两个骑当车的人骑当车的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从它的时间来说 苍蝇飞20公里 它要L5 这个时间是L1over 2V 就是20公里over 2个时间 然后我们不要一段时间算 就是把苍蝇飞的路程 就等于L2V1乘以苍蝇飞20公里 乘以苍蝇 诶 这个就是这两个 这里就是这个速度 对不对 举例 所有的速度就是实践 对不对 这个就是苍蝇 这个速度 它走的 因为两个 这个over也是一样的 这个沉过去 把它带出来就是15公 15英米 很容易啊 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 就是好像刚才 这位朋友提的 所以苍蝇飞20公里 这个速度 肯定有关系啊 苍蝇飞20公里的速度 肯定有关系啊 苍蝇飞20公里的速度 这个速度 但是 这个速度 没有关系 其实就是两个 连上车 开始 它碰头 它这里的时间 根本跟苍蝇的速度没关系 不是啊 跟它飞多少烫没关系 对对对对 就时间乘上了15公里 对对对 还有这个 这个很简单 就是这样说了 好了 这个刚才这个朋友说了 假如这个 这个 这个 奇迹加大戳的 快了 苍蝇在后面 肯定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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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到了 所以这个题目 设计就要肯定 苍蝇飞的怎么快 他说 为什么我唱一杯子怎么办 假如不是唱一杯子坏 肯定这个题目就没有了 不然再有一个游戏 不过这个很难 很难 这里 不过来 不过来 不是三层上 讲三层上 讲三层上是吧 好好好 对 对 再讲 活图多数 这个讲的就是说 航行点并就是说 三三与二就是这个意思 有一个数给三去除 圣二 给五去除 就是圣三 给七去除 就是圣二 怎么求这个数呢 也是一样很难 很难求 所以我们要 现在我们要 很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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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容易的讲这个 我们懂 我们懂try error 很简单 我们就把所有的 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把 三垂三与二 我们是三六九十二 鱼二就是一 一四 这样 所以说这个 鱼二就是 二五白十一 这样垂装出来 然后就是取五 五就是这里 取五 余三 我们就是 取五余三 我们就是 三白十三十八 这样就做出来 排出来这个 刚好 这个很巧 我们排出来 很多很多很多 做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 看见二十三二十三 这个是第一次看见上童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幸运 假如是 啊 航星点兵 二千多才可以看见 你就没有 就没有这耐性了 对不对 所以有这耐性 可以再看下去 你就看见 下一个就是 一百二十八 再下一个就是 二百三十三 所以你这样 你就推出来 二十三是最小的 减 那么这个 每一次加一八零五 就可以解出来了 对不对 不过这个 这个就是 这样想的方法 好像穿完二碗 不是束缩 假如这个呢 我们要做一个 叫同语定理 什么叫同语定理 今天是礼拜天 好像十九天以后 是 是星期几啊 我们就取七 七二十四 余五 礼拜天 假如是零的 就是礼拜天 五就是礼拜五了 马上说出来 所以这个 这个就叫同语定理了 就是十五 十九天以后 我们的余书一样 就是余五 就是这个modulus 这个叫七 我们就叫 这个数就是这样 七天以后 好像十二日 十二天 十二天以后 到底是多少呢 也是礼拜五 因为十二取七也是余五 所以这个十九十二是同余数的 我们就叫同余数 就是modulus 是七 就是这无数是七 我们就这样写 这个不是一口 是equipment 就是这个 不是一口 不是说 真的是等于五啊 不是一样的 有几个 所以这个equipment是不同的 假如是这样呢 假如我把这个减去这个 肯定是零了 假如A等于B是同余的 这两个数同余 就是给M整数 取是同余 余数 我叫同余 假如A等于B同余 A减B肯定是可以给M整区的 你看看 十九减区 减区十二肯定是给七整区的 这个是同余定理 我们叫同余定理 然后 我们知道这个以后 然后我们要求这个数的 三五七的最小公平数 假如我们把这个题目说 我们要求一个最小的数 可以给三五七都属于 取得尊敬的 整区的 是不是最小是多少 最小公平数 就是三乘五乘七 对吧 假如这三个数 一定要物质 物质就是肯定是三情无神区 它是最小公平数 我们就是 给M1 M2 M3 这样徐尊的 M1 我们叫三 这个五 这个七 这样徐尊的 我们第一个第一步 就要求三个 三个 就是小公平数 我们积为M 大M 好 这个其实就是说 等于0 等于0 就是给它取尊 这个X 就给它取尊 有很多 很多数都给它 取出来 都是 于0 对吧 都是这样的 所以等于 找这个组的解 找这个组的解 就等于 找一个数 X就等于0 就是给这个取 给最小公平数取 就是等于 给105取 所以假如它们可以取尊 可以整取的 肯定就是105 所以最小公平数先找 那么现在我们又把它 把它简单就成 有三个数 它是可以给5 7取寸 不过都是给这个 3 只有给这个3 就余1的 这个是容易一点 对不对 那么 假如是这样 我们也是求这个 1805 那么 它给5 7可以整取 肯定 我们就 5 7 我们要找一个整数 5 7 5 35 也可以给这个3 是要取出来 要余1的 35 的北数 里头 我们找一个 它可以给它 取出来余1的 是多少呢 就是35 一倍 35 35 取3 就余2 三十五 二乘三十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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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二乘三十五 就两倍 取3 就六十九 余1 对吧 假如3 就是105 取3 刚刚也是零的 无余的 4等于回来这个 余1的就是 肯定是 要两倍 的北数 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它 就是 这样我们做到的公检 这检就是 这一组的检 就是要给 吴 取3 不过取3 它是余1的 这检呢就是 x 等于1805的北数 1805 我们三个小数 1805 加70 这个肯定 保证给3 武器的取的基因 对吧 加一个数 这个数字给3 他取的时候 余1 刚才找到了 对吧 还有武器 就是 因为他 基本就是有武器的因素在 所以武器肯定取得基因 所以这个数 就是 这里 就是三个数 这两个取基因 这是1 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又 按这个方法 同样的 我们就找 这两个 给3期取基因 不给这个5 取的时候 要余1 这样 对不对 这样我们 这样我们 叫这个 3乘5 叫它显速 因为357 就是这个 这个 最小公平数 它取3 我们把它取3 就是等于 5乘7 对吧 现在M2就是 这个叫显速 显速 然后再 再乘一个例 我们就 看见这个 所以35 这个就是 假如5 一样 我们把这个 代替出去 就是357 最小公平数 就是1805 然后1805 加这个 因为374 21 从21个北数里头 找一个是余1的 就是 一倍就是了 对吧 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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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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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就叫陈律 我们从第三个也是这样 然后我们架起来 我们有了渠数 渠三乘星二 这个我们最小不得数 就把这个船屋抢起来 这个就是1805 这里就是这显数 就等于给三乘要余数的 要余一的肯定要两倍 三十五的两倍 三十五两倍我问叫陈律 然后我们把它陈三乘 就加140 就是这个情况 刚才第一个我们找这个也是21 陈一倍就行了 然后就是63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又把这个驴书沉下去肯定 因为这个做出来是一 全不是一 所谓求一 我们把它沉进去 就等于这几个 加起来就是233 然后它是1805的等数 所以我们把它减去 1805就是最小就是23 其实这个很简单 其实这个很简单 我们找一个数 x 就要等于 这个公平数就是1805 对吧 肯定是357可一 357可一徐军的 对吧 然后我们加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肯定是由3块组成的 这个数字 就等于 3书 3乘5 3乘5 乘5 乘5 这个数字肯定是由3 5除了军 就是这个A我们要找 这个要给7 除了余1等 对吧 然后再加一个数字肯定是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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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变成这个A等于这3块组成的 对不对 这样就是 我们做的就是 三个数就变成的就是 呃 对吧 变成 这一个组的 就变成这3块数 我们全部都是 3个都给3 5 7除了余1的 先做这个出来 明白吗 做出来 所以 我们先做这个 给7 3 5 15 肯定要从15的北数里头 找7 可以余1的 7 2 14 所以 这A肯定是1 A等于1 就是1倍就可以了 3 7 21 21 要给5 去取 余数是1的 它一倍也是5 4 20 余1了 对不对 这个5 7 35 要给3 7 除 它是余1的 这肯定是余2 第二个不行了 得数 第二个两倍 三倍就这样去 对吧 所以70 70 就69 余1了 所以这个是 乘率就是2 这里就是1 这里就是1 所以这个A 就是1 这个B 就是1 这个C 就是2 然后 它余数余多少 这里是余1吗 现在这里是余3 是余2 我们就把余3 这个就乘2 乘进去 这个是余3 5这个 我们就把21 乘1 再乘3 这余数 它肯定是余3了 刚才这个就是 5层7 5层 它的比数是2倍 再乘3个余数都撤下去 它这个肯定就是余2 保证它余2 这个也是余2 也是把这个乘2 这样做下去呢 变成呢 变成就是 这个 X 这里就是好像 前面叉缩 前面有的 扩 这里就是把 等于这几个加起来 乘下去就等于 这等于 140 63 30 加起来 223 不过它是大个 大位 比这个1806大 所以它就 它就要减去 两个1806 所以 以前 这个 它 酸子 酸子 酸金呢 就是有的 也不是酸子并罚 这个酸子 有的酸金算的 它也是 它有的技巧 已经说了 它说 上上至 生二 至一八四十 为什么一八四十 因为七五三十五 我们要乘二 两倍 才可以 七十 才可以 于一 然后它是 于二 二乘 这七十 就是一八四十 就是 就是这个 二乘七十 一八四十 好 好 这五五 于三就是这样 这是 五五之数 就给吴渠 就是三七二十一 乘一 然后 于三 他就 就是 六十三 七七 于树 就是 上去 就是 十五 十五 它是一 再乘 于树 二 就是 再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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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是 一百六五以上 就减去 一八零五 减一八零五 再减一八零五 就等于减一八零五 N 又减去 减到最少 就是 二十三 这个二十三 其实就是 最少的 解数 也不是 也不是说 全部的解 是最少的 这几个数据很重要 所以明朝 他就说 三人同行 七十七 就把这七十出来了 把这三人 三人同行 三的余数 乘余七十 三的余数 就是二 二乘七十 就是一半四十 五数没法 二十一 就是 二十一 就是 给吴渠 就是 他的 数据 就 乘余三 就是六十三 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 七子团圆正月半 转班月半 是十五 就七的余数是二 二乘三十 就是 延后取一八零五 便 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他做出来 就用口诀 不过他要这样 就是我们现在要 用我们的方法 写的也是很麻烦 所以 所以这个是 比较出名 其实宋侨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咒笔 也是写了三岁 孩儿七十七 五六二一 也是一样 已经 他是 七段三元重备 就是 三元跟韩石 韩石清明之间 刚刚一八零五天 所以他们就是 藏了很多这个东西在这里 所以这个韩星点兵 就是 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算出 韩星的兵多少 气死韩星 不是气死韩星 气死这个刘帕 不知道韩星有多少 有多少病 当然也算不出来 这有韩星知道谁 他不肯进去完后 所以这个就是 出名之处 最后 最后了 最后还有时间了 最后还有时间了 最后和图的树 这个 其实 其实这是这里 你看见 这是一 三五七九 都是阳树 这个二四六八十 都是阴树 它这个核图 它这个核图就是 门这个摩树 就是好像是 大鱼之水 然后在摩树 有着神龟 龟尬上面 就有这个图 这个图呢 它们其实就是一个 上横上列的幻荒 什么叫幻荒呢 就是 上层上就是一到n square 它最小就是一到n square 就是一到n square 就是把一到n square 一到n square 的数据填下去 就是填 横、横、鞋 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 那么 这个杨飞呢 你们可以做出来吗 也可以做 我们有方法可以做 那么这个 南松这个杨飞 杨飞呢 他有个方法 他有口诀 九指持牌 上下对翼 左右上更 就是 四为挺处 就可以做出来 你看看这个 我们把这个 123 4 5 6 7 8 9 顺序 这样扯牌 排出来 然后上下更一 九更一 倒掉 左右更替 就是 就是 三七 换掉 就变成了就是 然后把 六八 好像你这乌龟这样 九 就是 呆九里一 对啊 左三六七 就是 二四为见 六八 六八为礼了 然后把这个 挺处 把这个 拉上来 把这个 拉上来 把这个 拉下去 拉下去 就变成 这 四九二 三五七 八一六 这样 这个 这幻方 你看看 四加九加二 就是十五 三五七也是十五 这个也是十五了 对不对 斜的也是十五 丸子 斜的也是十五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解呢 肯定知道不是吧 对吧 这个就是 就是 他 做出来的 其实是有八个 有八个解 我们知道了 这里 这里呢 加出来了 这里 等于 m 这里等于m 这里等于m 肯定加起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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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等于三边 不过这个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是九个数 所以这个是 一加到九 对不对 一加到九 我们就很容易 一加九是多少 十 二加八 十 十 十 总的有四对 当中有了五 所谓四十五了 四十五 给他们 因为他要 相等的嘛 同的嘛 相同的嘛 那么徐山 所谓呢 每一行 每一行 都是十 都是十五的 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十五的数 算出来 十五 就是我们要算十五 我们是 就是 这有这 八个数 这有这几个 这几个 八个数字 可以算到 这有这几个 一加九 最大了 十五 一加九配五了 一加八 就是六了 一加七 八 八也是 七没有了 七已经 已经加了 用一次了 没有了 所以 只有 二加九 十一 十一加四 二加八 十五 二加七 九 九 六 二加六 就等于这个了 二加五 就等于这个了 所以这个也是二用金了 三加八 十一 十一 四加四 十五了 三加七十 十五了 三加六 九 九要加六 不能用两个六 三加五 五就是等于这个 四又等于这个 所以这里三六用金了 四也就有四五六这个 所以 我们 只有这几组数是这样做 假如 所以 我们这里要相同 这里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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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所以从我们这里 我们看看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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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横 就是在脚里头 就先是要三组的 对不对 所以三组 我们从这里找 一有没有三组 没有 这有两组的 二有没有 二有了 一二三 三有没有 这有两组 四有了 一二三 五 刚才四组了 六 这有两组 七 一二三 所以 变成的就是 这里 就是 脚的地方 三组肯定是单数 一三 不是 这个是二 二四六百 我们 肯定是二四六百 你看看 脚的就是三个 二 四 六 六 六四三个 对吧 白 白也是三个 所以这三个就放 脚里头了 就是这个 四个脚 那么这里 这里 这个地方 最有 结束的就是 完的 更直的 这个焦点 就是 是吧 所以就是 两个 就是其他的 二四六百 所以这样 这样排 然后 我们怎么排下去呢 排进去呢 一三五七 都在这里 一排到这里 对吧 对面就是 肯定是九了 不过一直排一排 他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 所以 有 然后我们就排三 排三下去 三可以在这上面 也可以 一五 我们做另外一个 三 三就是在这里 对吧 所以 这个三 也可以排 排这里 这样 就是 等于我们 排一的时候 在这个 五个 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 这个一 是不是排到五个上下左右 有四组 对吧 然后 这个三的时候 也是在这一个 上下 也可以在 左右 这样的 也是有四组 所以 总的就是 八个组 然后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总的就是 有八组 然后二四六百里 查进去 就容易查了 所以 这个 回去自己 自己 自己 爬一下 那么当然 有四 四阶五阶的 也是 三阶呢 就是五阶七阶 都是用这个方法 四阶呢 就是另外 不同一点的 不过 哈哈 今天太上来讲了 唉 好 好 就这样吧 就这样 好 感谢 这个 很难讲数学 他居然把它讲了 都讲的不明白 我是不敢讲 这个 中国的数学 古代的 留下来 能够融入 现代数学的 定理 不太多的 刚才讲的 孙子 这个定理 更普通的说法 就叫中国圣女定理 这是我们在 西文的 西方的 这个数学书里 能看到的 一个定理 中国民政命名的 中国是这个定理 就是这个定理 就是韩信定理 这个非常难讲 这是 讲这个 古罗整数完成 这个 求整数解 是数论里面 非常困难的问题 只有很多 很少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把它解造出来 大部分 我们是解不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 朱老师能讲成这样 很不容易了 所以 我们非常感谢 这样的动作 好 谢谢